打開蓋子金間被水浸濕的一千元 滿滿散布在洗衣機內 一張張新台幣排排 站亮在鐵梯上 每層階梯都晒了六張 一共有五層 仔細數有三十張 不過新台幣被洗衣機 這麼左右搓揉 怎麼還完好如初 它如果都放在口袋裡面 它位置固定在那邊的時候 它只是在旋轉而已 那等於說超標也不會斷裂 四個腳也不會破掉 只是說會產生很多的皺紋 為了增加新台幣的使用年限 流通於市面的紙鈔 全部使用全棉纖維 做出來的鈔票都比較不容易破 雖然被洗衣機洗過的紙鈔 外觀沒什麼不一樣 不過可別開心得太糟 先強民眾不小心把新台幣 丟入洗衣機裡面 拿出來之後呢 雖然紙幣沒有破損 不過已經成為無效鈔 原因就出在這個小小細節 鈔票右邊的光影變化薄膜脫落 這是用來辨別真假鈔 在翻動時光影變化薄膜 會呈現七彩光影變化 這個防衛線都會掉 那會變成這個鈔票的破損 鈔票是真的 但你只能拿去台灣銀行 換成現金使用 當時洗衣機洗的紙鈔 有可能會縮小紙面破損 民眾不用擔心到銀行換鈔即可 不過下次民眾洗衣服前 還是把口袋掏一掏檢查一下吧 記者林正佳良恩於台北採訪報導